Elephant Coffee 有一点点的远 一圈五打底吧 坐了一个小时 山顶已经遥远的看到大象了 你可以摸摸它 哇 好赞呀 可以摸它头 可以摸它鼻子 可以摸它脸 跟它近距离的拍照合影 我们要去Elephant Coffee 就是大象咖啡 距离我们现在的地方的话 大概30公里的样子 但是它就可以跟大象拍照啊 嬉戏啊 只是交通的问题 有一点点的远 在路边 然后看只有一个一个碰 没有办法 闪 闪 然后不知道 这个中文可能 基本上喊一圈的很少 一圈五打底吧 然后我们最终 现在的话一个多小时之后 然后聊到一个 给到的是八百 这已经算是 我们现在问了一个小时 最低的价格了 真的相当不容易 好 我们现在就在等吧 八百就八百吧 反正我们去的话 30公里 回来30公里 还要等我们两个小时 其实 价格我觉得还行吧 因为我们四个人 如果单单你要 这就是旅人的自我安慰 如果你要参加旅行团的话 就是去跟大象戏戏那些 那个价格就会更贵 终于打到车了 现在我们在 大象咖啡的路上了 耶 非常地激动 坐了一个小时 翻山路 然后现在进到山里面了 我们现在山顶 已经遥远地看到大象了 刚刚大宝说 哇迫不及待的要去买 对一百块钱一框 我们买吧 他们这个的话 直接就把钱一百猪一框 然后放在这一个盒子里面 就OK了 你在干什么 我们在那时候都全面点 人家这个香蕉是拿来喂大象的 你直接就捡一个香蕉来吃 你好不好意思 跟大象抢香蕉 是吗 好吧 来一口吧 还口一个 你先上去看 然后再下来看吧 你听到一个声音没有 咔嚓咔嚓的 听 他脚得好爽 他很开心 你可以摸摸他 走近一点摸摸他 拍他 对摸他 不要怕 帽子取掉 去 对 抱着他 抱着他 胆子大 对 你看摸摸他 摸摸他 来 摸摸他 哎呀好可爱呀 哎呀我们再喂一个好不好 好来再喂一个 摸他的香鼻子 摸这里这里感受不一样的 对他在吃你摸嘛摸嘛没关系的 哇好脏呀 嗯 你看他上面 他这个长得像钉子一样的 摸的 是毛 对他的毛 很丁 大象丝吧 你给他看 来你叫他 大象 他现在在吃 那我现在呢 他这个大象真的是 可以摸的呦 哦 你可以找 好好好给你了 给你了 给你了哈 他有点口渴 他在这里的话 你可以摸他头 然后可以摸他鼻子 可以摸他脸 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跟他近距离的 就是拍照的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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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穿一穿这种汪哦 那样的都是 这也就要给你穿 哦 哦 这个清净的 撒起来真划算呀 关键是很开心呀 第一次跟大象 那么近距离的接触 其实本来大象就是 很聪明的 然后也是非常 这个友好的 然后摸他头 摸他那个皮 然后皮粗肉糙的 真的是感觉就是 你摸他 他完全没有感觉 而且他身上的毛发是 感觉像什么呢 很硬 很扎手 很扎人的 来吧 继续 哦 你好乖呀 真的 过来一下吧 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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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太美了 你 哦 绝了 绝了 真的 大山咖啡这里面的话 它是可以喝饮品的 像什么泰国奶茶 泰式奶茶的话 其实是75 冰淇淋两个球60 这边的这个饭 也是差不多20块钱一份 这个感觉还可以 French fries one and two Thai tea two OK 点了两杯泰式奶茶 然后点了一个 那个炸薯条 好 我们点的餐到了 泰式奶茶 满足了 炸薯条 其实感觉这个分量 还非常不错 现在又超饿 超饿就要吃这种热量很高的 我不减肥了 我今天不减肥了 Elephant Coffee 就结束了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极力推荐大家 就亲自活动 一定要到这里来